看看新闻吧 一地鸡毛解释的算是勉强吧 那我们来说说第二另外一个成语好不好 好 你能告诉我什么叫五花八门 就是花会开 哦 那么几朵花呢 我的题目是五花八门哦 就是花是长在一起的 几朵花长在一起的 有可能会是三朵花长在一起 有可能是两朵花长在一起 但是我的概念是五花八门的 没有三也没有二啊 就有可能是五个五朵花长一起的 然后呢 八门是什么意思呢 八门啊 八门就是后面要加这个的 这个只是不算的 就前面五朵花不算的 不是后面的那句话不算的 八门不管了 就算五朵对不对 哦 是这个意思 那么你再告诉我一个 我觉得最近啊 我好几年都没想通过一个单词了 就成语你告诉我一下啊 什么成语 对对 就是我来说 我先说嘛 你不要着急嘛 那什么叫一言九鼎 我最近我也想不出来 你最近也想不出来 你今后也想不出来 好吧 你怎么会比我笨呢 我为什么不可以比你笨呢 你比我笨难道你还 难道你孩子比你笨还是比你聪明 哦 你意思的是大人应该比孩子聪明 对不对 对